南投县111年替代役被役亦南演训召集开训 日前与南投县会展中心展开 现场共约有300位现役以及退役替代役前来参加 并借着专业课程让他们重新复习久灾救人的专业技能 以备不时之需 替代役被役亦南演训召集 来把我们退役的替代役召集 带我们会展中心来给他们一个精神的鼓励 还有上课对金色教育的分析 让他们来了解 让我们替代役退役之后 能够因为定期的召集 能够了解到各区在四个月的信念中间 一些课程让他们能够来回忆 因为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要挺身而吃 召集教官江建豪表示 这次召集主要是针对 役南实施国军基本教练动作复训 希望借由课程支持全民国防 那今日由我担任整个会场的指挥官 替代役被役亦南的交接名册的递交 另外会后由我为现役 替代役现役的役男 实施服装一种检查 以及国军基本教练动作的复训 希望能够借此的招训跟着急 能够让被役的役男 以及现役的役男 同时来支持全民国防 现役员真正言表示 这些役男为国家重要的动量 在发生紧急事件灾害时 更是守护家园的重要力量 藉由专业课程训练 相信在状况发生时 能够保家畏国 替代役就是我们一般的军事 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持人 替代役就是我们 如果是在我们国家战争的时候 可以说是后期的 可以说是做报警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国家 有替代役 今天来这三百岁 要灌输给他们一个观念 希望借由平时召集替代役 役男演训的方式 灾害发生时 运用被役役男能量资源救灾 暂时资源军事作战 提升国家整体安全之预防准备 记者邱平俊南斗市采访报道